杨幂诈捐门中间人李萌公开表示 法院已受理他对加行公司的起诉后 晚间杨幂工作室也发声明 称针对李萌在事件中的以虚假言论 恶意侵犯杨幂合法权利的行为 工作室已提交法律程序维护杨幂合法权利 杨幂在2015年承诺捐赠成都特效的物资至今未兑现后 杨幂方面和捐款中间人李萌的战役 一直有来有往地持续至今 杨幂方面首先称具体捐赠工作 由中国轮椅天使公益协会推广人李萌执行 所谓诈捐只是没有监督捐款的具体执行 并且在之后自行采购捐助当时承诺物资并完成了捐赠 李萌称言论中大量事实侵害了他的名誉权 甚至可能构成诽谤 之后杨幂方面公布了该事件相关的聊天记录 邮件往来与转账信息 但被李萌评价为仗着技术手段只公布部分有力的截图 甚至更改文字及对话证据 虽然在捐款问题上双方各执一词 不过在相信法律这件事上双方都没有异议 杨幂方面表示相信法律会做出公平公正的裁判 而李萌也称相信法律必将做出公平与正义的判决 希望大结局水落石出的一天早日到来